我们在今天的节目谈到了寒冬护身 除了保暖之外 很多人说喝酒也要有节制 尤其喝喝了二十多年酒的寒冰 特别有心得 要告诉大家如何提高警觉 其实我介绍大家一个 保护自己安全的方法 就是因为我认得很多 就是在晚上 就一些夜店上班的女孩子 因为他们也常常喝醉酒 他怎么保护自己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他们都固定 就是有约好一些计程车司机 跟他长期有配合的 那反正到了固定的时间 那计程车司机直接到那个店里头 在那个地方等他 然后就直接接他 就把他带走 这样就绝对安全 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 那因为他又是你固定的 计程车司机 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 你要去追查元凶 也很方便 马上就知道是他 所以我觉得 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也是一招 那医生呢 医生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我想就是大家 可能还是要对自己的酒量 有一定的自制 就是觉得大概喝到一定的程度了 大概还是要有一定的自制力 这个是蛮重要的 而且必要的时候要求救 不要放自己一个人落单了 对 尤其是女生 最好还是结伴同行 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立刚呢 那我觉得 如果你要防止被掩饰的话 最好的方法 你自己要有坚强的意志力 你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力的话 除非你是没坚强意志力 去顶掉 挡掉人家这种 要跟你敬酒 要跟你尬酒 要不然的话 你醉了以后呢 后面的后果 其实你自己就要想到 如果出事的话 那就麻烦了 出事了怎么办 请教委员 教会喝酒还是会醉的 让你找到